文汉 出自宋朝孙光仙 北门所言中的文汉纵横一词 原指笔墨文章 玄笔一绝 墨香不退 笔墨孕育了我国底蕴深厚的古典文化 远远流长 当年装身卧水 敌我难分 正所谓中国哲学中的物我合一 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 其中的情习说话更是美轮美奂 犹如这美丽蝴蝶一般 是文化史中绚丽的奇葩 当我们沉浸其中时 也同样分不清 是我们传承了文化 还是这文化与我 就让我们也和庄舟一样 化身为蝴蝶 一起去追溯中国古典文化的悠久历史 古琴一称瑶琴 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播乐器之一 诗经官居有云 窈窕淑女 秦瑟有之 诗经小雅 亦有秦瑟鸡骨 以欲填足 等记载 国雅紫期 高山流水化之音 鸡康义曲广陵散 以臣绝响 诸葛亮巧射空尘祭 悠然秦英 致退司马懿 雄兵十万 陶渊明不贤之情 甚有贤 这些跨领域的文化记载 都已成为千古传颂 围棋起源于大约公元前六世纪 围棋 古城起 对意识规则简单 而富于变化 为其博大今生 全妙无穷 前古以来 多少帝王将相 文人雅士 世锦无异 落死不疲 兵书演算 治国方略 传奇佳话 美闻师父 凝职了多种文明的精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法通过点画线条的强弱 浓淡 粗细 等分副变化 以书写的内容和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 构成优美的章法布局 有的似玉龙卓雕 有的似其分突击 有的俊俏秀礼 有的气势豪放 这些都是书写文字 带上了强烈的艺术色彩 中国历代书法家中 王岐枝 有着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 其作品端庄清秀 飘若浮云 经言体势 轻挪手锥 王彩仲长也余异补 创造出天之自然 分神盖代行书 北宋图画歌云 江南董源传巨然 淡墨青蓝为一体 相传中国水墨始于唐代 陈于武代 甚于宋元 明清及近代以来 续有发展 仅有水与墨 黑与白 也有宫笔花鸟画 色彩缤纷 别有一番韵味 称之为墨韵 讲究气韵生动 不拘泥于 物体外表的孝词 而多强调 书法作者的主观情趣 中国话讲求 以形洗神 追求的正是一种 妙在似与无似之间的感觉 蝶梦古今 宣文汉 琴棋书画 武前穿 美好的梦境 纵然极世 却鱼未有存 怅然若失的 是许久 未曾触碰的精神之远 我们已经迷失在物质的浮华中太久 浮去心灵的尘埃 总会有一道光源 从我们的心底明亮起来 我们传承了中华的血脉 我们也将传承 中华的民族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